大家这里是天王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这个首相有个非常不错的纹路组合 就是这个事业线和太阳线 也叫成功线 包括财运线 三线同源 形成这种三叉戟的状态 这个叫霸王线 霸王线在手 这个顾名思义 这个霸起师徒 无论是在事业职场 还是在这个名望 个人名望和财运方面 都能够表现不俗 霸王线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符号 但是也要讲究它的形态 要规整 非常的标准 那么如果是像这种 像这种如果是出现断续 或者是这个事业线 也出现断续的情况 这个纹路还是需要痒痒 纹路会随着运势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痒好的话 这个霸王线成型的话 是非常吉祥的一种符号 那么整个手型来看 还是这个偏木形手 手指指节稍大 这个指节漏缝 这个容易出现财进财猪的情况 这个财运的溜走 主要是在感情方面 感情的不顺 让这个钱财方面消耗也不少 从这个柴线尾端 侵入到训工正财位 训工正财位 有琴线干扰的话 容易阴晴而漏财 并且从感见本身的形态来看的话 也是锁链纹比较重 这个倒门成串 情路向上的枷锁 寸步难行 正缘难寻 因缘来讲是有一些动荡和坎坷 难倒干扰比较多 我们从结婚线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结婚线长短不一 有很多条 长短不一有很多条 结婚线比较多的话 这个结婚线的出现 它并不是代表一定能够结婚 只是说容易有一些结婚的机会 那么像短的这些结婚线都是一些偏远的干扰 虽然是有一次 能够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最终很难走在一起 结婚线的多条 也意味着偏远的概率比较大 正缘难寻 跟感见的形态也能够对应上 所以整个财运的走向 包括财运的耗散 跟感情都不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从流年来看一下 这个首相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流年来看 生命线初期还是见一些锁链纹比较重 熟人家庭环境一般 早年的体质也是偏弱 包括脑线和生命线粘贴也比较长 粘贴长的人 一般处事偏保守谨慎 有些放不开手脚 从生命线初期的锁链纹 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年 个性稍显内敛不太自信 自信性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向游先生 心态积极阳光正能量多 运势自然会提升 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出的 也是依然见倒温 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 这也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闯荡 或者是脱离原生家庭去高校校园 有些不太适应健坎坷和动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脑线 在恢复后不久 恢复一段时间之后 它马上又有一个导文出现 脑线不但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人是很聪明 脑线弯长有弧度 人非常的聪明 领悟力强 而且想象力也丰富 同时也可以看到 这个导文 也可以看到心理素质的变化 心理状态的变化 导文的出现心理就容易起波澜 容易受到创伤 这个出现在初期的话 也容易犯情伤 结合感见初期的这些导文 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这是脑线的一个状态 那么导文恢复后 脑线恢复正常之后 能力提升 自信性也逐渐的建立 运势也会渐入家庭 从生命线的形态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趋势 生命线在初期 基本上从流年看在25到30岁之间 见这个导文和杂文的干扰 这个期间也要多注意 身体素质 身体健康的保养 因为生命线出现 导文也代表生命力减弱 抵抗力会慢慢减弱 会有一些疾病的侵入 要多注意劳育结合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期 在婚前奋斗的阶段 注意劳育结合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三岁往后 基本上这个生命线恢复常态 运势也会提升 体质也会增强 并且在40岁左右建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也提示 在运势上有一个爆发期 事业和职场当中能够有突破 财运方面也是有斩获 指向中指土星球方向的支线 这个生命线的支线 是代表在资产交易 有非常货益颇风 说明在事业之上当中能够有突破 本身来看事业心还是很强的一个人 事业心远离生命线 说明事业方面还是靠自己打拼摸索 但是事业心强 做事主动积极 喜欢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这个事业心强的人一般有这种特点 在事业当中的进取心十足 非常的要强不服输 这也是霸王线成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事业线首先要保证非常的深长 但是中期事业线还是见断开 事业方面还是中年有一个坎 所以说这个首相要一样 就是把这个事业线愈合了 那么霸王线成型了 在事业方面职场当中 能够渐入家境 甚至有一些大的财运的加持 那么财运线还是见断续 跟这个事业线 事业线基本上是同步的 事业和财运基本是同步 事业好了 财运就好 同时也说明 在这个从水新秋的状态来看 这个钱财数文的加持 在偏财方面的运势 也会不错 同时也是代表在水新秋 饱满开阔的人 说明了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凭借不错的口才和活力 能够结交不同的各个层次的人脉 太阳线也叫成功线 也代表人缘家 在同行业当中享有盛誉 这个是非常不错 立于职场的一种形态 从掌秋来看 本身还是为人慷慨大方 金星秋范围广的人 一般处事大起 格局开阔 这也是人缘不错的原因 同时月秋掌测边缘 比较饱满的人 也有这种特质 做事有远见 不会计较眼前的小惠小利 月秋饱满的人 同时也是想象力丰富 注重精神世界 从弯曲有弧度的脑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想象力丰富 做事也懂得变通 同时也在太阳丘的饱满 也说明对艺术方面 是有浓厚的兴趣 注重精神生活 生活品质也是不低 讲究生活品质 这也符合牧人的一种特质 牧人多思偏敏感 艺术能力强 同时在艺术鉴赏 生活品质方面 有自己独特的要求 生活品质比较高 所以在感情当中 也往往会显得比较挑剔 有一点偏晚观的这种格局 从无名指 跟中指见缝隙 也可以看到 在因缘当中的动荡 也是有原因的 见分离之苦 见因缘的动荡 我们到后期看一下 基本上小指 形态还是不错的 饱满盈润 长度也够 跟子女缘分比较深厚 到生命线尾端 我们也看到比较浅淡 少杂纹 生命线尾端 不易太深刻 那么生命线尾端 最少是没有什么杂纹干扰 是最好 说明晚年能享清闲 早早就进入退休的年纪 能享子孙服 当然生命线偏短 是有点短 但是生命线短 不是寿命短的意思 这点不用担心 包括生命线 也是出现这种导纹的干扰 也说明了身体素质 这一块还是需要多注意调整 多注意锻炼身体 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素质增强了 运势也会提升 这点是需要多注意的 这是生命线偏短 没有短受的意思 只是说生命力偏弱 注意身体的保养 这是整体的一个手段分析 我们下期